我們現在開始進行我們的課程 我們在上週有向各位同學介紹了另外一個不同的主題 這個主題的話,主要就是遵循我們單變數函數微分技巧的一個脈絡 就是要考慮進階的微分公式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鏈鎖率 所以我們這個單元的話,就是去考慮鏈鎖率的主題 這個電鎖率的話,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我們在單變數函數所提到電鎖率的重點 它最主要就是考慮合成函數微分的技巧的一個執行 我們現在假設有一個函數y等x 它是以s為變數的單變數函數 可是這個s變數的話 它可能又是以另外一個基礎變數t所界定的函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x用變數t的方式帶入 然後去考慮y這個輸出值 那麼它就會變成是合成函數的形態 所以我們想要了解的是 我怎麼去針對這個合成函數 f of g of t 然後去考慮它的微分計算 而這個微分計算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也就是我們在上學期各位同學已經熟悉的 這就是我們單變數函數這個鏈鎖率的展示 它其實就會變成是 前面極為 我們去考慮外側函數f的導數f' 帶入內側函數g of t 再乘上內側函數 g的微分 g' 這個就會變成是我們所需要利用的鏈鎖率公式 可是這個公式其實在使用上未必會那麼方便 於是我們就可以利用我們前面所學的 萊布尼茨符號的符號長線 來去做對應的記憶 那也就是 這個y對t的微分 它就可以寫成是透過s的中繼變數來去做傳遞 就會變成是y對x的微分 再乘上s對t的微分 那這個單變數函數的鏈鎖率 顯然 它會比較容易書寫跟記憶 所以我們常常會用這樣子的符號使用 來去做對應用 那我們在 這個小節 到底要處理的是什麼問題呢 顯然 現在我們已經將單變數函數推管程式 就是雙變數函數或是多變量函數的形式了 所以 這個 電鎖率當然也會有對應層次上的提升 於是我們來看看下面這個定理 而這個定理其實在上次的課堂上 最後也為各位同學呈現過了 我們去考慮一個 例的函數 這函數的話 它其實是雙變數函數 是以s跟y 來呈現的 可是這個s跟y 它其實不是基礎變數喔 它是分別以t為變數的函數 它會滿足 x等x的t 和y等y的t 那麼此時我們想要知道的就是 我如果 將s跟y 以更基礎的變數t代入 然後去求利的輸出值 那麼利 其實就會變成是 以t為變數的函數 那麼 請問一下 在這個情境之下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 利對基礎變數t的導數為何 在這個情境之下 我們可以透過 數學式的嚴格推導 得到以下的公式 它分別是透過 這兩個中繼變數 s跟y來達成 首先 我們來看第1個部分 第1個部分的話 就是涉及 s的部分 它就會變成是 先考慮利對s的偏導數 然後再乘上 s對t的偏導數 可是呢 請各位同學留意一下 這個結果 其實跟我們 去考慮呢 這個 單變數函數的 鏈鎖率其實呢 是非常相近 因為呢 都是透過中繼變數 然後呢 去做連結 然後寫成是 成績的樣貌 可是除此之外 這個雙變數函數 它的中繼變數 還有y的角色 所以 我們呢 也會呢 將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透用在 y 然後呢 去考慮它的效益 所以呢 就會變成是 力對y的偏導數 再乘上 y對t的偏導數 而這個看法的話呢 其實呢 也跟了我們上面 所考慮的這個 成績呢 其實是 一致的結果 所以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單變數函數呢 所考慮的這個 鏈鎖率的話呢 它分別應用在 S變數跟Y變數上面 然後呢 產生它的效果 而我們所需要 力對t的導數 就極為是這兩個效益的 總和 所以呢這就是我們雙變數函數 這個鏈鎖率的推管 那這個公式呢一般來說 可能不太容易記憶 因為呢 隨著我們去考慮的變數變多 那其實呢會更加複雜 所以 我們呢就可以 向各位同學呢 來介紹呢 我們去考慮的下面這個 對應的 數狀圖的 表示法 我們可以透過這數狀圖 容易的 去寫出對應的這個公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狀圖呢 是怎麼去做處理的呢 它其實呢很容易理解 首先 我們這個 最高層級 也就是最終的輸出值 就是力變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呢把力變數呢 寫在最高層次的地位 可是呢 它是由我們 x 跟y來組成 所以 因此 我們可以呢 將它下面呢 連結兩個分支 這兩個分支的話呢 分別就是呢 s 跟y的角色 可是 x 跟y 它分別又是由兩個基礎變數 t來呈現 所以 我們呢 在s 下方的話呢 再展示對應的這個基礎變數 t 那當然 y 的部分的話呢 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呢 寫出這樣子的一個 數狀圖結構 在考慮這個數狀圖結構的時候呢 那它有對應的路徑 我們就可以呢把這些路徑呢 去做一些 對應的詮釋 比如說我們先考慮呢 從力到s的路徑 那其實你就可以把它視為是 力對s的偏導數 好那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情境之下 你去考慮呢 上面的變數 然後呢 對下面去做微分 由於力是 力是 雙變數函數 所以呢 此時的微分應該是偏導數的角色 然後我們當然也可以把這個看法的話呢 套用在其他的 路徑上面 例如說呢 力到y的變數 我們力其實呢 到y的路徑 我們也可以視為是呢 這個力對y 它所對應的導數 那此時當然也是偏導數的概念 那餘下 後面的這兩個路徑呢 其實呢 也是一樣的 我們呢 也可以呢 把這個 s 到 t的路徑呢 然後呢 把它呢 詮釋成是呢 就是 右邊所展示的 s對t的微分 可是請記得 此時這個x 它其實是t的單變數函數 所以這微分的話呢 應該是單變數函數微分的角色 而右邊呢 去考慮y對t的 這個路徑 其實呢 它就是 上方的y對下方t變數的 微分 不過由於它也是單變數函數 所以因此呢 在這個前提之下 它呢 也會變成是 y對t 單變數函數 導數的概念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展示的話呢 我們其實呢 就可以 輕易的 然後呢 寫出上面 我們所需要的公式 請各位同學呢 先看一下我們的第一個路徑 它是先從力道x 再從x到t 這樣子的一個呈現 那當中所包含的 也就是呢 我們前面呢 力道x的第一段的部分 以及 這個 力對x的偏導數 所以呢 我們不凡呢 就將這部分的話呢 然後把它寫在 我們 所需要的 第一個 結果 那你會發現呢 它的第一項就是 力對s的偏導數 也就是呼應我們這邊 剛才所詮釋 力道x路徑的一個 數學的詮釋 然後 可是呢這個路徑呢 除了 我們呢 去考慮了這個 力道x的路徑之外 它還接續著從x到t 所以呢我們當然也可以呢 去把它詮釋成剛才所提到的 s對t的單邊數含數微分的概念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呢 把這個部分 然後呢 寫在 我們後面 變成是乘機 所以我們就將前面 力道x的 力對s的偏導數 寫下來 在乘上呢 接續的路徑s到t 以及 ts對t的微分 所以就可以呢 寫出我們所需要的第一個 公式的部分了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呢也可以 把這樣子的概念呢 運用在 我們的 第二個路徑 那這第二個路徑的話呢 很顯然的 我們呢就可以呢 先從這個力道y的部分 去做考量 而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 知道 剛才所提到的呢 它所代表的是呢 上方 力對y的偏導數 所以因此呢 我們也可以呢 把它呢 寫在 就是 我們第二個部分的 前面 那也就是呢 力對y的偏導數 好那緊接著呢 我們再考慮呢 第二個 路徑 那第二個路徑呢 再接續從 y到t 那它所詮釋的呢 其實就是呢 你在畫面上 我們剛才所 說明的 就是呢 上方的 變數y對t的 單變數 函數 為分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概念的話呢 把它 寫在 我們第二個部分的後方 然後呢 進行成績 所以 我們第二個路徑的話呢 它所代表的意向 我們就可以呢 輕易的把它寫出來 就是後面的結果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兩個部分加總 使用 那即由我們所需要的這個 力對t 導數的 公式 那這會為我們帶來 非常大的便利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公式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到底要怎麼去使用它呢 我們就帶領各位同學 來看一下呢 我們課本下面的範例 好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由於老師呢 這個作業不急 所以呢 我們就 用手寫 的方式呢 來去呈現 有時候用手寫風 也許也是不錯的選擇 而且呢 比較呼應 各位同學呢 在解題的經驗 我們來看看下面的例題 我們現在假設呢 有一個雙變數函數例 那這個雙變數函數例的話呢 它就定義成是後面所提到的 x平方y再加上3xy的四次方 那它顯然是s和y的 雙變數函數 所以呢 在這個前提之下的話呢 倘若x跟y 又是 另外兩個 另外一個 基礎變數 t的 呈現 那我們呢 就可以呢 去把它呢 考慮以下的定義 假設x 它呢 以基礎變數 t 來去做呈現的話 它可以寫成sine 然後呢 緊接著 我們在考慮呢 另外一個變數 y 倘若它以 t 變數來呈現的話呢 是cos t 所以呢 我們的提問呢 就會變成是呢 下面所考慮的目標 怎麼去求 d對 t的 倒數 然後呢 此時是單變數函數的倒數 因為呢 你如果將 t 然後呢 用來表示 是s跟y 之後再代入例 那例就會是 我們單變數函數的樣貌囉 所以我們就可以考慮例對 t 單變數函數的微分 在 t 等於0的數值 所以這就是呢 我們想要 知道的結果 請問各位同學 看得懂 老師所提的 這個題目的用意嗎 如果你聽得懂的話呢 麻煩你 在我們的 訊息欄上面 打個 加a 那老師知道呢 你其實是 有 留意 而且呢 也聽得懂我們現在呢 現在 所提的內容 所以呢 請 同學 方便的話 在我們訊息的地方的話呢 就是打個加a 太棒了 謝謝子君同學 第一個呼應 好 我們的話呢 接下來 就 持續的為各位同學 來去做這對應的說明 那我們呢 就希望把這對應的公式寫出來 不過這個公式的話呢 就必須呢 憑藉剛才所介紹的內容 然後呢 來去做對應的繪製 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該怎麼辦呢 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的容易 我們首先呢 看上面這個例的定義 那例顯然是呢 我們要考慮 最終的輸出值 所以呢 它應該位於最高的層級 所以我們就寫在 數段圖上方的部分 可是呢 它是由S跟Y來呈現的 所以呢 下面就有兩個分支 左右互法 然後呢 就是分別為S跟Y的角色 他們當綱中繼變數 可是呢 你去考慮了這個 這個 它的詮釋方式 它是由當變數T來詮釋的 所以 它顯然呢 好下面一個分支 然後呢 就是接到我們這個 目標的基礎變數T 那緊接著呢 我們在考慮了另外一個 中繼變數Y 它其實呢 也是以T變數來呈現 所以呢 它在Y的下面呢 其實也有對應的分支 那也就是呢 連接T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可以呢 將這個數狀圖呢 比較清楚 明白的呈現出來 而且不僅如此 如同老師剛才所提到的 我們呢 在這個數狀圖裡面 其實呢 這對應的路徑呢 有一些數學符號的詮釋 我們先看一下 T對X的路徑 那其實呢 如同我剛才所提到的原則 你就考慮成上對下 的導數就可以了 不過由於這是 雙變數函數 所以這個導數的話呢 顯然就是什麼 顯然就是呢 偏導數的概念 R0 然後呢 緊接著 我們呢 再考慮 我們右邊 的這個 T到Y的分支 那顯然也是 T對Y的導數 不過這仍然是拼導數的概念 所以呢 也就是呢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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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的話呢 下面還有兩個路徑 那這兩個路徑的話呢 分別就是呢 S到T 還有呢 Y到T 可是S到T的部分 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上對下的導數 那也就是呢 S對T的微分 不過此時 S是T的單變數函數 所以請別忘記了 單變數函數的導數 請你用 來詮釋 所以這個路徑的話呢 我們就得到 對應的數學概念 然後呢 接下來是考慮呢 右側Y到T的分支 那它顯然一樣是上對下 也就是呢 Y對T的這個 導數 那它是單變數函數的導數 所以 也是比Y比T 因此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這個數狀圖的描繪 還有呢 它每個路徑 所對應的這個 數學意義 那我們現在 不妨就來 將 我們所需要的公式寫出來 我們的目標呢 是要寫出這個 力對T的導數 可是力對T的導數呢 它是透過 S跟Y這兩個中繼變數來達成 所以我們就可以呢 將 這兩個中繼變數所對應的路徑效果相加 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公式 那顯然 它就可以呢 先從力到S 再從 S到T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呢 想辦法去寫出這部分 所代表的數學意涵 而如同剛才所提到的 其實 力到S的部分呢 就是 這個 力對S的偏導數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呢 把它呢 寫在 這部分的前面 那緊接著呢 S到T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呢 S對T的微分 那我們就可以呢 把它呢 寫在後面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可以呢 輕鬆的寫出呢 這個情境之下 我們 透過S中繼變數呢 然後所代表的這個 連鎖率的一個效益 那緊接著 我們呢 就可以 可以再去考慮 第二個部分的呈現 那這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就是涉及了 第二個路徑 首先是從 力到Y的路徑 再 考慮Y對T的路徑 當然在這個前提之下的話呢 應該又會寫出另外一個 對應的數學意象 然後呢 代表Y效益的成績 那我們呢 當然也要把這個對應的路徑的話呢 去做 一個 好解釋 所以呢 力到Y這部分的路徑的話呢 我們知道 就是呢 上面力對Y的拼導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寫在這個部分 那緊接著呢 Y對T的導數 那此時是單變數來數微分 那我們呢 就可以了把它寫在後面進行成績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成呢 第二個部分呢 透過Y變數 所達到的效益 因此 我們呢 將第二個部分 的公式也寫出來了 那我們呢 把這兩個呢 好公式加總 其實呢 就是呢 我們所需要 力對T 這個 微分 鏈鎖率的一個展現 那這個呢 會為我們帶來極大的便利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相對簡單喔 你只要呢 透過我們前面所學偏導數的技巧 然後呢 來做對應的計算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考慮呢 力對S的偏導數 可是別忘記 力呢 它此時定義成是 S平方 Y再加上3倍的 SY四次方 所以呢力對S的偏導數 請各位同學呢 可以呢 透過前面的經驗來加以 核對 你會發現它就是呢 我下面所提到的 2倍SY再加上3倍的Y的四次方 那老師再度提醒各位同學一下 如果你 你 忘記偏導數計算的話呢 請你務必要趕快 把它熟悉跟複習喔 因為這 這將會是呢貫穿我們 後面主題的主要基礎計算的一個核心 那緊接著呢 我們這邊呢 還要再乘以呢 S對T的導數 可是呢 X 它用T來詮釋的話呢 也就是SY的2T 那麼可以透過呢 單變數函數 所學的這個 廣義三角函數的微分公式 那就請各位同學 如果 有些 當官的話呢 再 複習一下 我們在上學期 微奇分1的 這個相關內容公式 那你可以確認呢 其實上面對T的微分的確是下面的式子 所以呢這個層級我們就可以寫成下面的對應的層級 好那緊接著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考慮第二部分 首先是 利對Y的偏導數 可是呢 你去考慮利對Y的偏導數呢 它其實呢 顯然就是呢 下面所提到的 X平方加12 SY的三次方 然後接下來再考慮呢 Y對T的微分 那你會發現呢 其實就會是 我們呢 去考慮 cos的微分 可是cos的微分顯然是負的塞T 所以我們就完成後面這部分公式成績的一個描述 那我們呢 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的話呢 來去寫出 這個Y對T 它這個公式的一個全貌 可是 我們得到呢 Y對T 這個 微分公式的全貌是這兩個層級 可是別忘記了 我們呢 請同學要記得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要考慮它在 T等於0的情境之下呢 所對應的導數值 那我們 T顯然應該用0來代 那我們這邊呢 產生T的地方有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可是 這邊其實還涉及了什麼 還涉及了S跟Y的部分 所以S跟Y到底要用什麼東西代值 才會是合一的呢 那我們呢 就請各位同學不要忘記囉 我們其實T變數決定之後 那其實S跟Y也都決定了 所以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看法 求出對應的S跟Y出來 所以我們就將T等於0 的一個條件的話呢 然後呢 把它套用在S部分 那由於它是sin的2T 所以T用0代 那就等於是sine的2乘0 那其實就是sine0 可是0是特殊角 它取我們的正弦函數 sine值之後 我們知道是0 所以呢 此時我們都知道了 X應該用0代才對 那除此之外 我們在考慮呢 這個Y的變數 又應該是如何呢 那由於Y是上面的cosT T用0代 所以你就得到cos0 那cos0也就是 特殊角 所對應的cos數值 那我們知道是1 所以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 了解到了 在T等於0的當下 其實X會等於0 而Y等於1 所以呢 我們就嘗試呢 把這個結果呢 帶入上面的式子 所以呢 透過上面的這個式子 然後呢 還有就是呢 我們這邊 所考慮的 這個結果 然後呢 我們把它運用在一起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們將上面的 變數T 用0代 和涉及S跟Y的部分 分別用0跟1來代 那 就可以呢 寫出 我們下面呢 所考慮的內容 那就請各位同學呢 可以檢視一下 的確就是呢 這個內容喔 好 那我們 當中去考慮 這邊有一些特殊數值 那這邊呢 其實有涉及cos0 可是cos0我們知道是1 而這邊有涉及s0 那0的話也是1 所以我們把它帶進去之後 經過整理 你就會得到呢 3乘2 再加上0乘0 所以答案就會等於是6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內容 所以呢我們就透過這個例子的話呢 為各位同學展現 其實 我們去考慮呢這個 鏈鎖率的 計算時 在多邊列函數 我們就可以透過 左邊的數算圖 然後呢 去 寫出我們所需要的公式 然後呢 再透過偏導數的技巧 然後呢 寫出這個情境之下 他所得到的結果 然後最後的話呢 如果他有需要 在某個特殊數值代值的話 那請別忘記了 將中繼變數所考慮的條件 代入我們 將基礎變數所考慮的條件 代入中繼變數 那就會得到中繼變數 此次sy所需要代的數值 然後呢 最後就可以完成我們的 的回答 所以呢這就是呢 我們去考慮呢 在這個情境之下這個公式 的一個最佳示範 好那我們給各位同學呢 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那你可以呢 就是呢 做一下 筆記 或是註記 然後呢 以便你事後呢 來去做 對應的回顧 好那看來 大家都應該都差不多了 那不妨我們就 繼續後續的 介紹好了 這樣子的話呢 也許在我們 時間使用上面呢 會比較有效率喔 好那我們呢 就來考慮 下面另外一個新的推展 我們剛才所考慮的是 這個 力是sy的雙變數函數 可是呢 sy 它是 t的單變數函數 那有沒有一些更複雜的情境 需要我們來做考量呢 那其實是有的 所以呢我們 向各位同學介紹 下面另外一個層次的提升 我們看看下面的定理 假設力 是sy的雙變數函數 然後呢 可是 x跟y 又是另外兩個基礎變數 s和t 所對應的 雙變數函數喔 它的定義呢 就是 x等於 s t y的話呢 等於 y st 那麼 很顯然的 我如果 x跟y 用基礎變數 s和t 代入 然後呢 再 代入我們的 雙變數函數 力的話 此時力就會變成是基礎 是基礎變數 s和t 所表示的函數了 所以我們很自然就會考慮呢 此時這個情境之下 那麼力 對 我們基礎變數呢 x跟 對基礎變數 這個 t 所對應的微分點多少 好那為了要 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會有兩個公式的展現 所以呢就是如同這邊所提的 第一個公式為 力對s 的平導數 它其實一樣會透過 x跟y這兩個中繼變數 然後呢詮釋成是 這兩個效益的 的總和 第一個部分就是呢 我們這個 力對s的平導數 乘上 x對s的平導數 那這是透過 x中繼變數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就是呢 透過y變數的部分 是力對y的平導數 再乘上 y對s的平導數 那這就是我們所需要 第一個力對s 做平導數的 公式展現 可是呢 我們呢也可以考慮呢 力對第二個 變數 也就是 t所對應的公式 那就是後面所展現的 力對t的平導數 它極為後面這兩個的總和 一樣呢就是透過 s跟y的方式 可是呢 最後的目標卻是 t 所以呢前面就是 力對x的平導數 再乘上 x對t的微分 那後面的話呢 則是呢 力對y的平導數 乘上力對y的微分 那你會發覺這兩個公式 其實蠻相近的 就是我們把目標 然後分別去考慮 基礎變數 s和t 如此而已 好那同樣的 我們呢也可以 請各位同學呢留意一下 這個公式 其實要記憶 雖然不算困難 可是請各位同學試想 這邊只是兩個變數而已 那坦路後面有 5個變數 10個變數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所以呢 我們這些公式 是永遠記憶不完的 那我們不凡呢就是 來去考慮呢這個 下面數狀圖的表示 那也許會為我們帶來一些便利 所以我們同樣的 反照前面的說法 然後呢為各位同學 來說明 我們可以描繪下面的數狀圖 首先呢就是呢這個力的部分 他顯然是最終的輸出的這個函數 所以呢 我們就將力變數 放在最高層的位置 可是他顯然是 s和y的雙變數函數 所以因此 下面就會有兩個分支 分別就是呢這個x跟y的分支 所以這就是我們中間的乘級 涉及了sy的中繼變數 可是呢這個x他其實又是用 s和t來詮釋的 所以大家也猜得到了 這個x下面其實有對應兩個分支 分別就是s和t的角色 那同樣的 我們呢去考慮呢 y的部分 他其實呢也是 可以透過s和t 這兩個基礎變數來達成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 把y下面 再描繪這對應的兩個分支 所以就可以寫出對應的 數章圖結構了 那這個數章圖結構的話呢 他當中的路徑 其實呢也跟前面所提到的 是一樣的 譬如說 我們去考慮呢 上面所提到這個 力對 x 的 路徑 那他其實呢 就會詮釋成 上對下的導數 不過呢 那由於這邊 力是sy的雙邊數 所以這邊顯然就是 我們所需要的 力對y的偏導數 而第二個路徑的話呢 他其實呢 就會變成是 從力到y 那同樣上對下 就是呢 力對y的偏導數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去做這個詮釋跟理解 那後面的話呢 其實就 做以此類推 我相信呢 各位同學聽老師的解說 應該很快就可以體會了 所以 x到s的路徑 就請你詮釋成 這個 x對s的偏導數 別忘記此時 x是 st的雙邊數 所以這個偏導數 應該是 所以這個導數應該就是 偏導數囉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呢 從x到t的部分 詮釋成 x對t的偏導數 那緊接著的話呢 我們在考慮 這個y的部分 那y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涉及 y到s的分支 跟y到t的分支 可是呢 這兩個分支的話呢 我們所考慮 它所代表的一行 就分別是上對下 左邊路徑就是 y對s的偏導數 右邊路徑就是 y對t的偏導數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呢 很清楚明白的 去考慮 對應的 效益 那透過這樣子的看法的話呢 我們其實呢 就可以寫出 我們所需要的公式 我們帶你各位同學來看一下 這個公式的展現 首先 我們去考慮 力對s的偏導數 考慮力對s的偏導數 那怎麼寫出 如同右邊這兩個的總和呢 那老師告訴各位同學一個小小的技巧 其實蠻簡單的 你就去考慮呢 所有從力道s的路徑 那此時力道s的路徑它其實有兩種選擇 分別是從力道x 再從x到s的部分 然後呢 也可以考慮呢 力道y 透過y變數 然後呢 再考慮y對s的部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呢 將這兩個路徑 然後呢 它所對應的 詮釋的話呢 可以 表示出來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展示我們所需要的這個 公式了 首先呢 我們先考慮呢 這個x 透過 力道x 然後呢 再到s的路徑 那這個路徑的話呢 我們假設呢 是打過路徑 那這個打過路徑的話呢 大概有同學都猜得到了 它其實呢 就會變成是呢 這個公式的 左半部的第一部分 首先力道x的偏導數 它其實呢就詮釋成力對x的偏導數 力道s的路徑 那其實就是我們這邊的第1個 可是呢 在考慮呢 x到s的路徑 它其實就是x對s的偏導數 所以因此呢 它也就是我們這邊後方的 第二個部分 那你就可以呢 把它 去做對應的成績 那就可以寫出我們這個 內容了 那緊接著 我們呢 再考慮呢 第二個部分 那顯然呢 就是 我們呢 透過y的部分 那這透過y的部分呢 其實 我們呢就可以呢 從力線到 y的角色 然後呢 再考慮呢 這個y到s的部分 那你大概也猜得到了 應該就可以寫出我們後面所需要的成績 而這個成績呢 我們帶領各位同學來看一下它的一個西部的內容 首先是從y到 力到y 那顯然就是 上對下力對y的偏導數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你就可以寫在前面的部分 再考慮呢 這個y到s 然後呢 它顯然就是呢 上對下 y對s的 偏導數 所以呢就可以把它寫在呢 我們右邊 然後進行相乘 所以我們就可以 輕鬆自在的寫出 第二部分了 然後呢 將這兩者相加 就可以呢 寫出我們所 需要的公式了 那這個公式的話呢 極為 就是 力對s的偏導數 應該就是呢 前面 所考慮透過 x的路徑 的部分 再加上呢 後面透過y的路徑部分 所表達的意向 好那這個 完成力對s的偏導數的 介紹之後呢 那當然 各位同學呢 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呢 去考慮 嘗試寫出力對y的偏導數 好那此時我們就不妨進行的快一點 力對 t的偏導數的話呢 同樣可以考慮呢 兩個部分的一個展現 那這兩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不妨 就是呢 透過老子剛才的提示 你就考慮從力到t的所有路徑 可是呢 力到t的所有路徑 你發覺呢 終點就是有這兩個 所以呢 你就可以先透過x的部分來到t 再透過呢 y的部分來到t 好所以既然如此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分別把它寫出來 首先呢 我們呢 就可以先寫出呢 這個 第一個部分 力對x 然後 力透過x到t的部分 那 它這樣子的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同學 快速的可以 解釋一下 你會發現呢 就是力到x 極為力對x的偏導數 然後呢 我們把它呢 去 寫下來之後 再考慮 x到t 那也就是x到t的偏導數 所以呢 它就可以把它寫在後撤來進行成績 所以我們就可以 簡單的寫出我們所需要的這個成績 那就是這個公司的第一部分 那接下來 我們呢就可以了考慮 第二個部分 也就是透過y部分呢所考慮的內容 那當然 這就是呢 從力到y 再從呢 y到t的部分 那很多同學呢 大概也都可以猜得到了 力對y的這個偏導數呢 其實就是呢 我們這個力從力到y 所對應路徑的這個 數學的意涵 然後可是呢 再從y到t 所以呢 它就會變成是 y對t的偏導數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了把它 寫在後面的來進行相成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內容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了 輕鬆自在的 寫出力對s跟力對y 偏導數的結果 好那我們呢 也請各位同學呢 其實可以把這個概念呢 去做一個對應的類比 那倘若 有 5個變數 或是7個變數的話呢 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去做呈現 那你只要呢 能夠描繪這邊的數狀圖結構 相信呢 不論是怎麼樣的一個 複雜的情境 你都可以輕鬆自在寫出我們所需要的 這兩個公式了 那我們現在帶領各位同學來看下面的這個方例 這個方例的話呢 好那可能會稍微複雜一些 所以呢我們帶領各位同學來看一下 這個解說 首先 我們去考慮 U這個函數 它其實比剛才複雜一些喔 它是由 所形成的三變數函數 所以這可能又 比較有挑戰性了 可是呢 那這XY例的話呢 它其實又是其他基礎變數的呈現 X 定義成是 Rs乘上1的T次方 而Y定義成是 R乘上S平方 1的負T次方 而例則是 R平方S乘上S乘上在T 那當然 XY例 我們如果用R St 把它呢 表示出來 代入U的話 那 U顯然就是 基礎的變數 Rst的 三變數安數了 所以我們自然就可以考慮呢 U對其中 一個基礎變數 S的平倒數 到底為何 在這個情況之下 同樣的 我們去考慮一個情境 也就是呢 在R等於2 S等於1 和T等於0 那它所對應的 結果是多少 那這個 它分別 是 三個變數 為中繼變數 然後呢 每個中繼變數又是 三個 基礎變數的 一個呈現 所以顯然 你如果要憑藉 記憶把這個公式 清楚明白的 展現 不太容易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 數狀圖的方式 來去做 對應的回答 我們帶你各位同學來看 怎麼描繪這個 數狀圖 首先 我們 U是 SY例的 三變數 顯然最高的層次 就是 U變數 所以它下面的話呢 就帶有 三個中繼變數 XY例 所以我們就可以 把它寫在 下面所對應的分支 然後呢 最後 我們在考慮 X的部分 那顯然它又是 RST 這三個基礎變數的函數 所以下面呢 X又有對應三個分支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描述出來 那當然 Y的部分也是一樣 所以呢 就請各位同學呢 可以呢 一時代推 然後呢 畫出 Y所對應的三個分支 涉及的基礎變數 RST 那例的部分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描繪 這個 數狀圖的全貌 當然 在此 它每個路徑 也是呢 可以詮釋為 上對下 這樣子一個數學概念的轉換 上對下倒數數學概念的轉換 不過呢 每次都把它寫出來 其實也挺麻煩的 所以呢 我建議 各位同學如果熟悉的話 就可以直接 然後呢 在公式使用的時候把它轉換 然後再寫出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的目標呢 其實就是 要考慮 這個 這個 U對 S 變數 它所對應的倒數數值 好那要考慮這個倒數數值的話呢 那我們呢 就希望把 這對應的公式寫出來 可是這公式 到底該怎麼寫呢 所以就如同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的目標呢 是 U對 S 的變數數 所以請記得 請你找尋所有 從 U 到 S 的路徑 那你發現 此時會有三個 對應的路徑 分別就是 透過 X 的部分 然後呢 來到 S 還有就是 透過 Y 的部分 來到 S 最後則是 透過 L 的部分 來到 S 那既然如此 我們就可以把這三個路徑 所代表的一行 然後呢 寫出來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 帶領的公式 那我們不妨呢 先考慮呢 第一個 第一個路徑 第一個路徑的話呢 就是如同 我在這個地方 已經寫給各位同學看的 也就是呢 從 U 到 X 再從 X 到 S 的路徑 我們稱為是第一個路徑 那這第一個路徑的話呢 你如果把它 描繪出來 你發覺 U 到 X 其實就是 U對 S 的 微分 那此時 別忘記了 應該是 拼導數的概念 因為 U 是 三個變量的函數喔 可是呢 接續則是 X 到 S 所以呢 就會變成上對下 然後呢 會變為 X 對 S 的偏導數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路徑所告訴我們的視覺意向 那接下來我們在考慮呢 第二個路徑 第二個路徑的話呢 它是 U 透過 Y 的方式 然後來到下面的基礎變數 S 所以同樣的道理 就是考慮這兩個路徑數學意向的成績 所以 U 到 Y 顯然就是 這個 U 對 Y 的 平導數 可是呢 再從 Y 到 S 就是 Y 對 S 的平導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順利的寫出 第二個路徑所代表的意涵 最後呢 則是 第三個路徑 第三個路徑的話呢 我們發現它是 從 U 到 D 再透過 L 到 S 所以呢它應該也有對應的成績 那顯然的 U 到 L 它就是 U 對 L 的平導數 而 L 到 S 就是 L 對 S 的平導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出這第三個路徑所代表的成績 因此我們把它加總 就是我們所需要 U 對 S 它所對應的這個 微分公式了 那這個就是 我們去考慮電鎖率的結果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什麼呢 顯然就是呢 我們要把 上面所考慮的公式 套用在我們現在 所考慮的情境 首先 我們先考慮 U 對 S 的平導數 可是呢 U 對 S 的平導數 我們可以透過 U 它視為 S Y 立三變數 函數的定義 然後呢 請各位同學可以快速的檢視一下 它其實就是 4 倍的 S 三次方 Y 接下來是 S 對 S 的平導數 那你可以檢視一下 如果以 S 為變數 然後呢 考量的話 它所對應的偏導數的確會是 R 乘三 E 的 T 之方 那倘若 你對於偏導數 還沒有那麼 手臉 那就請各位同學呢 可能很抱歉 我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 再為各位同學來做細節的回顧 所以呢 就請你事後再去做 對應的檢視就可以了 那緊接著的話呢 我們再考慮了第二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首先所設計的就是呢 U 對 Y 的偏導數 那同樣的道理 你去考慮呢 U 的定義 它對 Y 的偏導數 請各位同學檢視一下 就是呢 下面所得到的結果 然後呢 Y 對 S 的偏導數 那再請你觀看我們這邊 Y 的定義 那你就專注在我們這邊所考慮的 S 變數上面 那你會發現呢 把它 取作微分之後就是下面所提的 2 R S 乘上 1 的負提次方 那最後的話呢 就會變成是 我們所要考慮的這個 第三個路徑所堆的部分 那當然前面是 U 對 L 的偏導數 一樣透過 U 對 S 的偏導數 變數的這個定義 那我們呢 去考慮它對 L 的偏導數呢 各位同學可以快速的檢視 就是下面所提到的 3 Y 平方 L 的平方 然後呢 L 對 S 的偏導數的話呢 當然你就可以觀看一下 我們這邊 L 的定義 那它對 S 的偏導數 它其實呢 以 S 目標為主 就是 S 的一次多項式 所以因此呢 你可以透過前面的技巧呢 去做微分 它其實呢 對 S 微分 就是 R 平方乘上 3 T 所以我們就寫出呢 對應第三個部分 因此把它加總 就是我們所需要 這個 L 對 S 偏導數的 這個公式展現 可是呢 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呢 它是有一個對應的情境 它是 R 等於 2 R S 等於 1 和 T 等於 0 的情況之下 所考慮的問題 所以 我們呢 現在要問的是 下面這個公式 也就是 S 大這個公式 除了涉及基礎變數 這個 對不起 老師這邊的話呢 有比誤 它除了基礎變數這個 R 然後呢 S 還有呢 就是 T 之外 其實呢 我們呢也可以呢 去考慮 它帶入中繼變數 也就是呢 這個 X Y 例之後 它的 數值是 4 等於多少 所以就必須憑藉呢 後面所考慮 X Y 例 的一個表示法 所以呢就請各位同學呢 你可以呢 快速的 好來去做一下計算 那此時 套路上面 X 的定義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 R S T 等於 210 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後面的式子 經過整理 其實就會等於是 2 同樣的道理 Y 的話呢 如果 R S T 套用這邊 所設定的 210 那其實呢 根據上面這個定義 你會發現它會等於是 2 然後呢 例的部分 根據上面這個定義 那你把 R S T 的設定帶進去 你 檢視一下 它其實會等於是 0 所以我們就發現了 原來在 R S T 等於是 210 的前提之下 它的中繼變數 X Y 例 應該就是 220 的角色 既然如此 我們就可以呢 把這個看板 搭配 前面所 已經得到的這個公式 也就是呢 U 對 S 的偏導數 就是 Start 這個式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呢 把他 將 R S T 等於 210 帶進去 可是帶入這樣子的一個 結果的 情形之下 除了用原先 Start 這個公式之外 我們其實呢 還要 搭配 前面所提到的這個 這個 這樣子一個米字號的公式 所以就請你呢把這邊的資訊帶進去 那麼請各位同學可以檢視一下 就會變成下面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的話呢 你再經過整理 就會變成是下面這三個成績 然後呢 所考慮的總和 分別是 64 乘2 再加上 16 乘4 再加上 0 乘0 好那當然這可能需要一些 細心的計算 不過相信呢對各位同學來說應該都 不是什麼問題 因此呢 處理過後我們就得到我們所需要的 應該等於是 192 所以我們就回答了這個問題 除了呢我們在這個例題的話呢 還是遵照一樣的這個 標準作業流程 老師呢在做 重點的回顧跟提示 首先 你就是呢考慮將這個 我們這樣子一個目標的偏導數 透過數狀圖的方式 把他所對應的公式 描述出來 得到 start 這個式子 緊接著 再透過我們這邊所設定的條件 考慮中繼變數應該帶入的數值 也就是我們米字號的結果 最後的話呢 再將米字號 的這個數值帶入 start 這個式子 其實就是得到我們所需要的答案 因此呢我們就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呢這部分的話就請各位同學可以參考一下 那當然你可以體會得到 重視是 五個變數 七個變數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作答 應該就可以迎刃而解 好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像各位同學介紹呢 另外一個 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隱含數維吻法的公式 我們前面呢已經學過了這個隱含數維吻法 那這個隱含數維吻法的話呢 就是呢 我這個含數長什麼樣子不知道 可是呢我可以憑藉著 他跟變數的關係是 然後呢來進行微分的求值 我們不凡先考慮下面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的話呢 其實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我們看下面這邊所提的 請你求 我們這邊所考慮的這個 Y的微分 可是呢 Y的倒數 你現在想要求他 不過他 是什麼展現 你根本就 沒辦法 清楚的去 認識 所以呢 我們去考慮 在不清楚 Y的全貌之下 可是他卻滿足了這個 與 X搭配的 方程式 那麼請問一下 Y對 S的倒數為何 而這個問題其實各位同學應該並不陌生 因為呢 我們在上學期的時候 期末考的範圍就有向各位同學介紹這個概念 這其實就是 隱含數微分法的技巧 我們可以透過 將等式兩側 對 S做倒數 然後呢 這個求倒數微分的結果經過一項就可以求 Y 倒數 也就是 Y'的結果 可是這樣的技巧在這個方程式很複雜的前提之下 是蠻麻煩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要向各位同學介紹一個公式法 這公式法的話呢 將會快速的 帶領我們呢 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呢 介紹這個方法之後 各位同學呢可以 跟前面 上學期所教的這個 兩側對S做微分的方法來去做比較 然後呢 去體會下它解題效率 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回歸到剛才的同學片 我們向各位同學介紹 這個概念 我們假設呢 Y是一個以S為變數的單變數反數 可是呢 它長什麼樣子我並不知道 可是它跟 變數S 去做組合的時候 卻滿足一個方程式 它是由雙變數反數大f xy來詮釋 反數大f 那麼此時請問 Y對S的偏導數為何 當我們考慮這個問題時呢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大f 然後呢 再加上一些數學公式的推檔 得出下面這個重要公式 它其實就會變成是有一個負號 可是呢 後面就會變成是兩個偏導數 然後呢 相處的 結果 上面就是大f對S做偏導數 下面就是大f對Y做偏導數 所以呢這兩個公式呢 將會 為我們帶來很大的便利 那我們可以得以處理 這個 Y對S偏導數 的一個問題 好那我們快速的 為各位同學來講解一下 為什麼有這個結果呢 好那考慮這個結果的話呢 既然這邊 我們 是 偏導數的角色 所以我們步伐呢 就是從 這個 剛才所提到的電鎖率 的應用呢 然後呢 來去做理解 首先 我們從這邊的條件出發 我們知道呢 大f對Sy 等於是0 所以我們還是呢 沿用 前面所考慮的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 以團數為分法 所以很自然的 我們把左邊為分 然後呢 是對基礎變數 X來做為分 此次 X是基礎變數 應該就等於是 右邊0對S做為分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可是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左邊如果你對S做為分 那我們呢 就可以呢 將 這邊所涉及的Y 它是S的函數 所以呢 為了理解上的方便 我剛才呢 就把它用Y 展現出來 所以呢 你發覺這個 Y用S表示出來之後 再跟S一起帶入F 它的確就是呢 以S為變數的函數 所以這是 以S為變數的函數 如果將S帶入Y之後再帶入 這邊的結果 那麼呢 我就可以左邊對S為分 那左邊對S為分的話呢 其實呢 共識上就是這個式子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相當於這個部分 可是呢 我們左邊的微分是不是應該等於是右邊對0的微分 可是對0的微分它是常數 所以應該 會等於是 0這個結果 所以因此呢 左右兩側 對S為分 我們就得到它應該會等於是 右邊的0 可是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說呢 那 這個微分的公式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 多變量函數的 連鎖率 然後去改變觀點 得出對應的一個 新的詮釋 那我們呢 就想到了 我們就可以畫出對應這個 大F 還有SY的 數狀圖結構 首先呢 這個函數 它最終的輸出值就是 代入大F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大F 畫在最高的層級 可是呢它本身就是 SY的算變數函數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然後呢 描繪在 下面 這兩個路徑 分支的下方 可是呢 請留意 我們這個地方呢 別忘記了 Y其實是以S為變數的函數 所以它其實是用X來詮釋的 所以呢 Y下面有一個分支 就是S變數 可是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發現這個中繼變數 X也是當中的一員 那他是由誰來詮釋的呢 那想當然了就是他自己 對不對 所以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呢 透過這個方式 去考慮了大F ofSY 這個雙變數函數 跟中繼變數SY的關係式 可是其實他們兩個都是從X來表示的 所以我們就嘗試 寫出對應的這個公式 那我們看一下呢 這邊所考慮的內容 它是什麼 就是希望求大F 對基礎元素X的微分 所以他就是考慮呢 這個大F 對基礎元素S的微分 也就是最頂層 對最底層 的這個微分 所以我們就可以呢 透過 鏈鎖率的方式 去考慮從上面到下面的所有路徑 然後呢 對應的 公式法寫出來 加英勇 那顯然 我們這邊有兩個路徑可以透過X的部分 或是呢 透過Y的部分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兩個路徑 所對應的形式呢 然後 把它 展現出來 我們先考慮呢 這邊第一個路徑 這第一個路徑的話呢 是從大F到X 再從X到X 所以呢 我們呢就可以把它 理會出來 大F對X的微分 那其實就是偏導數的角色 所以就是這邊所提到的 第四個路徑 可是呢 我現在考慮X到X的路徑 那當然就是 X對X變數的微分喔 那所以呢就是這邊所考慮的 第X第S 那當然 各位同學看這個東西 可能會覺得有點突兀 不過沒有關係 你先 暫時 接受這樣子的一個書寫 稍後我們會解釋 這其實是你熟悉的 一個微分的運算 那緊接著 我們再考慮呢 第二個路徑 這第二個路徑的話呢 我們呢 其實 可以考慮就是 把他所對應的這個一行寫出來 就是如同剛才所提的 他從大F到Y 那顯然就是 大F對Y的偏導數 可是他從Y到X 就是Y對X的微分 可是此時 這是Y對X 單片數完數的微分 所以就是第Y第S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前面所考慮的大F對X的微分 他可以透過這個兩個路徑的詮釋 分別寫出來之後 看成是這兩個效益的總和 所以我們這個式子也可以寫成是右邊這個看板 可是剛才有說過的它應該等於0 所以因此我們就得到了 如果把它跟後面的0來去做結合看待 那我們就得到 原來這串 它其實應該等於是0的結果 當中 比較 各位同學疑惑的 也就是 我們這個地方 有剛才提到 這邊 第S 第S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那其實 沒有那麼困難 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上面的S就是函數的意思 也就是 你去考慮這個S的一次多項式 然後對S變數來做微分 可是這個一次多項式的微分大家都很熟悉 顯然微分等於是1 所以因此 這個部分 其實就會 等於是1的角色 所以既然你把它用1帶進去 那你就可以不用書寫 所以我們就得到下面這個式子 好那得到下面這個式子之後的話 那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目標的話顯然就是 前面所提到的 我們要求Y對X在這個情境之下的微分 所以我們就嘗試 但是你乾脆就把這個 前面的 大F對S的偏導數 移到右邊來 那它會差一個符號 所以呢 你等一下移到右邊來會差一個符號 其實就是這個部分 可是呢你再把 我們這邊所考慮的 大F對Y的偏導數把它除掉 所以去考慮這樣子一個移項 把它這個前面的係數除掉的看法 你發覺其實 其實Y對S的偏導數 Y對S的導數其實就可以寫成4 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可是這個式子的話呢 那我們用這個 偏導數的符號來去做書寫 你會發覺好像還挺麻煩的 所以呢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此時的話呢就用這個 這個下標的符號來去做取代 所以呢我們這邊所考慮的 上面的部分 就是大F對S的偏導數 那我們知道就可以用下標的方式 下標S變數 當作是 對應偏導數的數字 那緊接著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考慮 這個 下面的部分 就是對Y的偏導數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它 下標 寫 加注這個目標變數Y 來去做詮釋 所以呢 從這個看法的話呢 我們就得到 原來 從這個式子 經過呢 把 這個移項到右邊 跟多一個符號 再除以它前面的係數 然後再經過改寫 所以我們就得到我們所需要的結論 所以呢也就是這邊所提的 在這個情境之下的話呢 我們要求Y對S的微分 就可以透過大F SY的雙變數換數 然後呢 寫成下面這個公式的應用 來去求得 那這會為我們帶來 極大的便利 好那這個看法的話呢 其實 會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我們不凡呢 就帶你各位同學來看 下面的例題 好那這個例題的話呢 當然 也許 有些同學呢 對於剛才所提到公式 還沒有 那麼清楚跟記憶 所以呢 我就 在這個地方呢 再把剛才公式再重塑一次 這位同學呢可以做一個對照 Y如果是S的單變數換數 可是它長什麼樣子 我並不知道 可是呢 假設它滿足下面這個條件 它跟S變數並列 然後呢 帶入大F這個雙變數換數的時候呢 它會滿足等於0的方程式 那麼此時 我就可以去考慮 Y對S的微分 即為剛才所推導出來的 右邊的公式 那我們可以發現呢 透過右邊的公式 可以回答剛才所提到的問題 我們帶你各位同學來做對應的解答 首先 當你考慮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那你就必須去 理解到 我們這邊 所考慮的這個 STAR這個式子 那你就必須 類比於上面大F 等0 這樣子的話才可以 變成是上面的條件加以應用 所以呢 我們不妨 就把右邊變成是0 可是很顯然的 你就可以把它移向過去 移向過去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原來 我們如果定義大F 等於是呢 將右邊移向到左邊 也就是S三次方加Y三次方-6SY的行徑之下 那麼 STAR這個式子 的確就是呢 變成我們所需要的 上面的條件大F 等於0 可是呢 在這個條件之下 你要求Y的微分 DIY的S 剛才有說過了 就請你直接帶這個公式即可 所以就請你把這個公式 然後呢 運用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你就可以快速的 寫出我們的答案 顯然 這公司的話呢 前面有一個 負號 那前面有個負號的話呢 請 千萬不要忘記囉 前面有個負號 然後呢 緊接著 我們去考慮呢 這個大F對S的偏導數 可是別忘記了 大F對SY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它對S的偏導數 那請各位同學檢視一下 那其實就是呢 這邊所提到的 3S平方-6S 可是呢 下面要考慮的是 就是呢 我這個大F對Y的偏導數 那同樣呢 透過我們上面考慮大F 的這個 定義 你可以 檢視一下它對Y的偏導數 就是下面所提到 3Y平方-6S 那上下 其實都有3的供應式 所以呢 就可以把上下 都除以3 那就得到我們 最後的答案 所以呢這個答案的話呢 就會比我們上學期所教的 把這個 分能式兩邊 直接對S做為分 經過一項 然後呢 對應的技巧 來得方便許多 所以這就是呢 我們這個 多邊量函數 它的連鎖率 為我們在這個情境之下 帶來的好處 好那老師 也可以各位同學提醒一下 我們這個地方 其實呢 你只要展示這個公式 就會給你對了 因為呢 你展示這個公式 我就知道 你可以把這個問題轉換 成滿足上面的形式 找出大F 然後呢 也可以透過上面的這個公式 然後呢 寫出我們最後的答案 所以應該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所以呢 就請你可以保留這個公式 當作最後答案的展現 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你要 把它除以3 得到最後的 更精簡的形式 那當然也會更好 所以以上 這就是我們考慮這個 立體 所對應的示範 好那我們給各位同學呢 30秒的時間 來去做一個 對應的書寫助記 好那我們呢 鋪盤 來考慮 把剛才的問題做延伸 我們剛才是考慮 Y是S的單變數函數 然後滿足 翻層式的前例之下 去求單變數函數 為分Dy的S 可是現在既然進行到了多變量函數 那是不是有對應的延伸呢 那其實呢 是有的 所以呢我們帶你各位同學來看一下這邊的結果 假設立是Sy的雙變數函數 可是立 它站什麼樣子我並不知道 那沒有關係 倘若它跟我們這個變數Sy搭配起來 可以帶入大F 這個三變數函數 滿足等於0的時候 那麼 我們就可以去考慮呢 立對S 跟立對Y 偏導數 它的這個公式 而這個公式的話呢 它其實呢 可以透過 同樣方式的推導來求得 那我們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立對S做偏導數 它其實就可以滿足這個公式 立對Y做偏導數 其實就可以滿足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的話呢 它的推導的細節就寫在下面 不過呢 它是用同樣的方式 去做類比 那礙於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請各位同學 有興趣的話 再參考老師下面 所提到的 這個 內容 然後呢 自己去做一些推敲 然後你就可以發現 的確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內容 好那我們呢 就為各位同學說明一下 這個公式有些同學常常會記錯喔 所以我告訴你一個小學竅 那你可以呢 在沒有負擔的前提之下 保證正確可以 做這個公式的記憶 首先跟前面一樣 這邊一定都有一個負號 老師去年前年 甚至好幾年 都在改 學期末的期末考卷時 很多你們的學長姐 都會忘了這個負號 非常可惜 那除了這個負號之外呢 你會發覺上面就是 考慮對應的偏導數 可是有些同學常常會 把這個偏導數放錯 所以老師跟各位同學分享一下 怎麼去記憶它 你發覺這個地方是什麼 利對S的偏導數 那利變數出現在上面 S變數出現在下面 所以你發現你只要怎麼樣 把它呢 交叉來放 交叉來放 把S放在上面 可是利改放在下面 其實就可以輕易的寫出這個公式了 那這個公式其實也會反映在我們右邊 利對Y的偏導數上面 那所以呢 你如果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來做記憶的話 相信對各位同學來說 會有 很大的便利 好 那現在 知道這個結果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呢 不妨用最後的 一點時間 為各位同學來看呢 下面的 這個例題 這個例題的話呢 只要你帶入這個公式 基本上呢 都是同樣 的方式可以去做 解題 那為了大家的方便 我再把這個公式呢 就是也寫在上面 假設利是SY的雙變數數 它長什麼樣子不知道 可是它跟SY 這兩個變數 搭配起來 會滿足 我們右側的 大F 這個三變數數 等於0的一個條件 那麼此時 利對S的變數 利對S變數的偏導數 跟利對Y變數的偏導數 就可以透過上面所展示的公式 來進行求值 那這會為我們帶來極大便利 好那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 下面所對應的這個例子 假設利是S跟Y的雙變數 可是它長什麼樣子 我並不知道 請問一下呢 如果它滿足我們 10大這個式子 也就是呢 S3加Y3加利3加6倍的SY 利等於1 請問那麼利對S跟利對Y的偏導數為何 好那這個問題的話呢 你如果真的 要兩側對S做微分 然後移向去得到第一個答案 你會發覺非常的麻煩喔 所以呢我們就嘗試用上面的公式來回答 可是上面的公式 請留意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呢 必須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就是呢 你要把這個 大則式子 改寫成是滿足上面的大F 不SY 所以你就必須找出大F 不SY 可是你發現右側要等於0 顯然就是怎麼樣 把它移向到左邊來 所以呢我們就把它移向 那你會發覺 對應大F不SY就是 移向之後的結果 也就是下面的式子 所以呢 我們 十大這個式子 就相當於是 我們這邊所考慮大F不SY等於0的樣貌 那既然如此 我們就直接套用公式 第二個公式 告訴我們 你如果呢 你如果呢 必對S做偏導數 它就會滿足 我們這邊所考慮的結果 然後呢就請各位同學 也依序 把對S的偏導數 算出來 對V的偏導數 算出來 帶來到我們這邊所考慮的分子跟分母 那你自行檢視一下 的確就是這個結果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答案 那當然你會發覺上下都 包含了這個 3的音式 所以呢你可以把這個答案化解 寫成是下面 比較簡潔的形式 不過呢 你也不用特別去做化解的動作 你只要寫出前面的樣貌 老師其實就會給你對了 同的道理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呢 還要求 利對Y的偏導數 那你就可以呢 去考慮 在這個情境之下 我們呢 其實 你就可以套用右邊的公式 然後呢 嘗試把對Y的 這個 偏微分算出來 請你檢視一下 就是後面的 分子 然後呢也把利的偏微導數 算出來 那也就是後面的分母 然後呢其實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結果 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個 應用的話呢 會為我們帶來極大的便利 所以呢也請各位同學 好 然後可以參考這個做法 然後遇到這堆的習題的話呢 加以利用解題 好那以上的話呢就是 我們今天呢 要講解的內容 那這是最後一個例子 那我們請各位同學